Service over 是盼韩国队回球出界了 对 因为球比较平嘛 所以他如果再要用力打的话 一定是压不住手腕 不过从刚才的慢进来看 这球有可能是砸到了底线的外颜 3-6 印尼队是得分了 3-6 好的 印尼队虽然这种强攻的杀伤性要差一些 但是比赛当中的这种 突然的变线的这种巧打也是非常有危险 这是防守之后他突然变线了 印尼队两名队员确实防守能力是相当不错的 现在看来是交了暂停 因为这届丹麦公开赛的五个单项的决赛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有东道主的选手来参加 所以说整个决赛的上座率并不高 大概只有50% 这次中国队也有三队男双来参赛 分别是成瑞王伟 赛云 附海峰以及桑阳正波 没有人进入四强 唯一进入八强的桑阳正波是0比2 在四分之一决赛输给了金东文和和泰拳 所以说中国队在男双这个项目当中确实一直是一个弱项 刚才印尼选手呢是连得了三分了 好机会 身材比较矮小的印尼选手能够占据这种赛 这样的主动很少见 这也是他的防守的技术 因为从刷牙当中有很多种技术 他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防守反击 这个香吃当中呢还是印尼队呢先 韩国队先出现了失误 是印尼队的失误了 现在是第二发球 哈利姆来发球 刚才两名印尼选手之间又有抢的这个趋势 好在这一回呢还并没有出现失误 7比6 从2比6落后 现在已经是连得了5分 比分反超了 这球看来配合上又有失误 现在韩国队终于是夺回了发球权 金东文跟罗景云配合呢 此前是获得了本届公开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 不过混双决赛呢也是唯一的一个在提前一天所进行的决赛 那么在本次大赛的这个最后一天呢 除了混双之外其他的四个项目啊决出冠军 所以说金东文他的体能应该不会受到影响 那韩国队金东文发球 6 7 2nd serve 看来印尼队的往前球的技术啊非常细腻 这一段是不是韩国队的失误太多了 应该是双方之间现在都是尽量减少起球 都是用平抽的档相应的是韩国队的失误要稍微多一些 好像是在平抽的这个相持当中啊 印尼队往往能够笑到最后 可能个子比较矮是不是也有这点好处 因为防守主要是个意识的问题 因为相互之间现在都是抢千争取往前 所以说往前的争夺应该是异常的激烈 现在这一段时间陈甲亮的往前就已经有连续两个失误了 这次也是印尼队的回球质量不高 这个右侧的空档太大了 现在比分变成了7比7平韩国队第二发球 这个球好像显得陈甲亮有一些犹豫 因为可能前一段时间抢球机会多了以后 他一直好像显得有点 不是放得特别开 对有点不好意思 该他打的球呢 反而是有一些缩手缩脚了 这个发球是落在了界内 9比7 从6比7现在连着了3分变成9比7 这是接发球很聪明的抹在了何泰拳的身上 他躲不开的话就很难接起来 现在哈利姆来发球 下来 出车 陈甲亮要失误了 7 9 接着 下来 半场的机会 哈利姆没有打死对方 所以呢 一转攻以后 这场陈甲亮的防守就显得很被动 应该说他的那一次被打以后 手上应该是有一些问题 一个手上有一些伤痛 另外可能心理上有点阴影 对 所以两个人的中间球 都是行的一直分工 不是很明确 印尼的这对组合 年龄上也差不多 陈甲亮是28岁 哈利姆是27岁 身高是陈甲亮1米73 哈利姆1米75 只不过两名队员组合的时间不长 短短的这个不到一局的比赛当中 数次出现了这种配合的不默契 抢球的情况 还造成陈甲亮的手部受了点轻伤 韩国的进攻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通过进攻以后 给往前制造了很多的机会 嗯 嗯 嗯